依序排隊站在取號機前抽號碼牌 接著走到會台辦理戶籍變更業務 下午兩點多戶政事務所人潮落益不絕 只是最近卻有民眾剛辦完戶政業務 就接到疑似詐騙集團電話 接獲詐騙集團電話 家住信義區的王小姐還心有餘悸 因為對方洋裝護證人員 詢問是否有辦理戶籍騰本 被害人先是回答沒有 這是對方開始謊稱 有人拿雙證件還有委託書來辦理文件 要求他確認健保卡和身份證有沒有遺失 但當他再次檢查並回覆都在身上 對方就突然掛斷電話 讓他懷疑遭遇詐騙 當時女子把自己的遭遇放上臉書 想要提醒網友千萬別被騙 但沒想到短短半天 竟然就湧入上百筆留言 疑似呼籲證系統出現漏洞 原來這些都是新的詐騙手法 嫌犯透過核對個資博取信任 一步步詢問是否有辦證件 一旦確認沒有就會謊稱身份被冒用 這時詐騙集團就會假扮檢警 恐嚇涉及刑案 以控管帳戶名義要求匯款 並強調沒問題就退錢 如果民眾信以為真 依須匯錢 對方就會消失五中 每天都會有我們主管做不定期的一個集合機制 我們護證也會經常接到民眾打電話來詢問 說我們打電話過去做一些身份證的一些查證 強調每天都會檢查護疫症系統 確認護證人員有沒有異常使用 就是要避免類似詐騙電話一再出現 機器人要的動作都鑿成不到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